這個過敏現在我們會提到說 我的白雪球裡面 有深蹤 什麼 太感人了 還有手寫 你剛剛馬上寫起來對不對 白雪球裡面 這樣留著也太珍貴了 有中性球 淋巴球 單核球 還有四酸性球 所以如果你本身過敏體質 你去做白雪球的話 它有個分類 說你的四酸性球大於7以上 你這個人就是有過敏體質 而且你被蚊子叮到 你就很容易會出現那個紅包 這也是歸在白雪球裡面 所以說白雪球它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當你說為什麼很多人 很少感冒 因為它本身什麼 白雪球免疫力夠好 你的細胞免疫好 你的體液的免疫力夠好 可是為什麼你常常感冒 你免疫不好 但就像感冒一般人 三天五天會 為什麼你要拖到一個禮拜 就是免疫不好 那我白雪球很多是不是很好 那我告訴你 如果你白雪球到了三萬以上 三萬以上 在我們醫學上面叫做什麼 白雪球增多症 可是你說你的冰隊這麼多 都是好冰嗎 不一定 搞不好這些冰是不好的冰 所以有些這個冰會攻擊你自己 可是反過來 如果更高以上 五萬以上 八萬以上 四到十萬以上 我們就算什麼 白雪病 血癌 所以我們說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這些雪球 這些白雪球 它有一定的範圍之內 可是剛才今天我們題目提到 白雪球低下 這個低下當中 我們比較在的是 你的中性球夠不夠 所以剛才皓然它本身 它有四千三 可是它的中性球的比例 如果說有在五十到七十 這樣算起來還有兩千多以上的話 表示你這樣的 中性球裡面的白雪球 白雪球裡面的中性球 是夠用的 你不用太擔心 可是如果當你的中性球 低於一千五 表示你的軍隊可能不太夠 你的免疫力真的不好 低於一千以下 表示你真的很容易感染到 可是如果你低於五百的話 表示你幾乎沒有防禦能力 沒有抵抗力 你可能要到隔離病房去 否則任何一個病菌 都會造成你很大的感染 這麼嚴重 如果第一下 你說這個免疫力 它是一個象徵的數字 對不對 像這個第一個 感冒 如果很常感冒 什麼叫做多常感冒 這個其實有時候很難講 因為 如果你以前可能感冒 兩三天都好 或什麼最近感冒 變成五六天七八天 那比如說你現在的免疫力 跟以前是有落差的 可是這時候 一般人不會去做 不會去做抽血檢查 因為你沒有辦法 這時候當下去抽血 有時候 搞不好你以前的白雪球 都是五千多 現在可能剩下四千多 你不會去做 所以我們可以說 用你這樣的經驗去告訴你 你這一陣子 有可能你的免疫力 是在下降 你的本身白雪球功能 低下的情形可能才會發生 請問我長那個油是真的因為 免疫力下降長的嗎 基本上這個油 一般我們是屬於 它是這種病毒 造成你的一個角質的增生 這個會真的跟你免疫力有關 所以有些人 對 所以有些人免疫力好的話 其實基本上 你不一定要去做冷凍 不一定要去點那個藥 它會自己慢慢退 如果這樣子白雪球低下 它導致的原因 總是有一個 遵循可以知道的方法 它免疫期間有可能是 你自己本身的就是可能 你睡眠不足 免疫力不好 它自己照低下 但也可能會感染 也可能是 或是你其他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 所以說其實白雪球低下 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是一個很空泛的東西 你這樣去找到一個原因 其實很難講 但是如果說你長期屬於 白雪球低下的話 我們醫生就擔心說 你是不是有其他潛在的因素 又去查其他 是跟自體免疫有關 或你本身營養不好 所以當你出現一個狀況之後 你要去衡量它 再做定期追蹤 看它後續有什麼變化 第二點 嘗試止痛藥 消炎藥 是因為我吃了這個藥物 導致我的免疫力低下 白雪球低下 還是因為我低下了 我才需要多吃這些藥物 基本上其實差明講的 它有點互為因果 但是因為 比較常見是某一些抗生素 尤其比較脆殘什麼 也叫綠莓素 那個綠莓素會引起 很多你的雪球受抑制性 所以那個綠莓素 基本上現在已經 不用在人身上 但是用在誰身上 很多水產養殖身上會產用 水產養殖 對 所以很多一些魚 蝦蟹如果殘留這個的話 像一些不是現在大雜蟹的季節嗎 對 如果它本身萬一有的話 那個蝦蝦魚會造成我們的 骨髓會受抑制 你的雪橇板 還有白雪球最會減少 它不會代謝掉 它很難代謝掉 煮熟了 它還在裡面 當我們吃下去就好 對 所以它是屬於不可檢出的一些 藥物殘留 你又這麼愛吃海產 天啊 所以講一個我很剉 對 怕到了 像我們這種年輕女孩子 如果這個白雪球 像李懿 他們那邊先笑著 他們先笑著 我們真的還不錯年輕 對啊 像我們這樣年輕女孩 是因為生活習慣或行為 哪一些沒有注意到 所以才會造成白雪球底下 像我們中醫一直講 氣血兩大方面嘛 氣的話它跟我們的免疫力有關係 或者是你氣很旺盛的人 你會發現說他也不太會感冒 或者是你覺得他的活力 非常的旺盛 那白雪球 這是屬於我們中醫講的 氣的一部分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 有的人他天生有氣虛的體質 他可能一出生的時候 你就經常覺得說 他容易感冒啊 很容易覺得累啊 那再來有的人 他可能小時候身體不錯 但他可能出去工作了之後呢 他可能因為熬夜 或者是有的人 想說我睡覺了 是不是也可以補氣 讓身體比較多修復 其實你睡太久 反而會讓你的器官的一些 比如說製造器的功能 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們聽說通常很多 就是年輕的女性 比如說他可能有 因為節食啊 或想要減肥 那當然就是說 他營養攝取不足 像這種生活習慣 很容易造成 你會有氣虛的情況 哇 那這種情形太普遍了 真的很普遍 所以有時候要特別的留心 就是說 你當然只是一般性的 稍微差一點點 你可能覺得只是感染 就是比較容易感冒感 可是有時候他可能是一些 比如說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覺得很奇怪 她說那一段 那一年的期間 她就常常在感冒 只要有一天 她是在他們公司加班的時候 就昏倒 昏倒就被送去醫院急診 那一抽血檢查發現 她當時的血色素不到5 就是嚴重的貧血 因為重常女生應該有12嘛 所以她非常嚴重的貧血 結果一檢查才發現 她不只是貧血 她白血球也不好 其他也不好 後來醫生一檢查 她是一種病叫做 如果你沒有好好控制 她有一定的機會 變成真正的白血病 對 所以說她說 她真的也算運氣好 後來昏倒去發現 然後發現醫生就跟他說 反正就是定期的回來看診 然後檢查 可是有些女生她真的不是疾病 她是因為真的是生活行為不良 之前有一個醫院 她收到一個女生才國中 那那個時候住進去的原因 是因為她也是一直在發燒 找不出原因 然後送到他們醫院 醫院檢查的時候不得了 醫生說她在想奇怪了 你一般我會看到這麼低的 白血球是人家都快化療才有可能這麼低 她不懂說為什麼這女生的白血球 會如此之低 然後就一問說 你到底有在吃什麼藥或幹嘛 就發現沒有 她在節食 因為她們全班都在流行節食 都在減肥 所以她節食之外呢 她每天都會泡那個一個什麼 當初都不知道減肥茶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她就喝那個減肥茶 然後都幾乎沒什麼 就是營養非常非常低 所以她不停的發燒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去才發現 她說不誇張 住院才一個月 不是一個禮拜 那個就是沒有吃外面 奇怪的什麼減肥茶 然後也開始恢復正常的飲食 她那個白血球 就上來了 所以醫生就懷疑說 可能跟她之前這個過度的減肥 再加上那種不明原因的減肥藥 那可能再加上說一些壓力性的因素 造成她白血球急劇下降 醫生坐到第一次看到那種 你是做化療嗎 怎麼會白血球這麼低 很低 再低就要隔離 所以既然白血球的指數這麼重要 我們要平常做好 怎麼樣的一個生活作息的調整 其實生活作息 就像我們最常講的 生活作息要規律要正常 飲食要均衡要營養 那剛才中醫師有提到說 不是你睡太多就好 做運動讓你心肺功能提升 你的免疫力也會提升 然後再過來 如果真的你那陣子 身體不太好的時候 說實在的 出入公共場所 戴口罩 那再過來 其實現在是流感的季節 要幫政府講一下 真的免疫力不好的人 這種人基本上是屬於 要打流感預防針 我已經去打了 你打得比較重要 這應該要打 對啊 我很害怕 這個是針對你免疫力不好的人 你打了之後 我們用後天幫你補足這些東西 這樣你真的遇到流感 你的問題才可以 把問題解決得比較好 對 那中醫呢 我們怎麼避免白血球低下 對 就是你要去做一些有氧運動 因為有氧運動的時候 你可以訓練我們的心肺功能 我們中醫一直講說肺足氣 這個跟我們對抵抗外來的邪氣 這個是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一個就是說食療很便宜 就是自身湯 因為裡面有含一些藥材 它主要裡面的藥材就是 保養我們的脾胃 讓我們吸收營養好 當然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說有些差異 比如說我們經常講到 人參黃旗或者次五夾 這些都是比較平衡 它直接可以提升我們 白血球的數量的 不過我會建議說這個茶飲 當然是要給中醫師評估之後 是不適合你 體質的問題 對 好 所以這些我們就提供給各位 接下來 好 另外的這些行為症狀 包括起床時全身關節 覺得卡卡的 會痠痛 還有很容易累 胃口也不好 以及不注重保暖 關節卡卡痠痛 胃口不好 不注重保暖 這些怎麼聽起來好像 都跟年紀有點關係 對啊 蛤 一定吧 以前看到我媽媽跟阿姨 他們會這邊纏一個 像勒的那樣子 額 呼吸是不是 對 就覺得老人家為什麼會去穿 那種很緊的襪子 我發現有時候人真的不能不服勞 因為我前陣子跟我老公 我老公就說要運動嘛 對不對 他有一天晚上他就帶我去走那個 從我們家走金葫蘆 成功路在大湖公園繞回來 走了一個半鐘頭 快走 然後走回家之後 我第二天我整個 腰一下都在痛 蛤 只是快走就痛喔 走了一個半鐘頭90分鐘耶 8000多步耶 那還有算嗎 一個半鐘頭走多少 因為我有算我走多少步 這樣是不是很激烈 對 那就滿多了 對 然後我第二天整個痛 然後起床之後左邊膝蓋 痛了一個禮拜耶 對 就是我覺得一開始運動還蠻恐怖 就是你要找一個稍微 適合當下的 不然那個起床很慘 那你自己除了這方面 你有沒有符合哪一點 我是覺得是睡眠不好耶 因為我女兒現在剛上小學 她也是一個自律的摩羯 她晚上有時候會做夢 就會說那個還沒有寫喔 她在講夢話的時候我就會醒 因為我還捨不得跟她分房嘛 可是捨不得之餘她開始講夢話 她還會夢遊耶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有時候 睡眠品質不好可能就會開始累 然後累 胃口就會不好 胃口不好有可能營養就不夠 營養不夠就可能 就等於她就要告訴你什麼問題了 白血球就低一下了 對 然後保暖這件事情 我們小時候也是比較不在乎 然後像我是手腳冰冷 後來發現冬天我不能不穿襪子入睡耶 如果 最近的事情嗎 就是每一個冬天你就會發現 這幾年嗎 這幾年 就以前都沒關係 棉被裹裹裹就睡了 現在不行耶 老了 一定要 對 老了 一定要保暖 暖了才睡得著 不夠暖就睡不著 喔 這卡在中間是最麻煩的 對 李懿 我跟妳不一樣 我是以前那個 以前手腳很冰冷 然後就是 夏天的時候我的手就超冷 然後就是很像冰箱 都可以幫人家降溫的那一種 然後調完身體之後 然後我上禮拜去看中醫 然後以前中醫都說我是冷的體質 然後上禮拜我去看中醫 他跟我講說 喔 你這體質是熱的喔 我有 我的天啊 свои 我今天是天賤 Pr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